Hello,我叫William 我本身是一個有弱聽的一個人 之前我有做過手術 但是十年前做過手術之後 到現在就已經開始 我發覺左翼也開始衰退了 我以前為什麼要做手術呢 因為我試過那些助聽器 我發覺有很多東西帶進去的時候 因為太多聲音了 所以我要聽的人聲和聲音是很痛苦的事 醫生問我選擇的時候 我寧願做手術 雖然有風險 但也好過帶助助聽器 直到我在坊間找到一些apps 最近發現一位醫院醫生 推出了一個apps 我用來拆開自己的耳朵 因為我一直都是做耳朵和聲音 因為職業上有聽力受損 直到我用了apps去試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有趣的發現 就是當我用開我聽的耳朵 有這些耳朵 你會看到 我測出來我左邊耳朵的聽力 藍色的部分是聽不到的 那個反應 紅色的部分是我聽到的聲音 這個呢 你會看到我左邊耳朵是失去了很多 好了 但當我換回我自己公司那隻 emperor 10的耳朵的時候 我左邊的耳朵 你看到那條耳朵 能夠聽到的聲音的繁榮是多了的 而有一個很有趣的是 我用我原來聽的聲音 那隻蘋果耳機 就能夠聽到多過之前的聲音 那這個呢 在感覺上舒服很多 還有聲音的清晰度 是比原來我聽的好很多 而這隻呢 就是我右耳那邊 右耳那邊 就是蘋果耳機 我基本上 14.5K 我完全是聽不到的 而 其他的藍色部分 都是很差的 但我轉用我現在的 amper 10的耳機的時候 你看到 在圖裏 我大部分的聲音 都聽得到 我在4K 原本是失去得很厲害的 這個是4K 但這裏我都補償很多 而12.5K 你看到 起碼有些部分 我可以聽到 那這個呢 是我現在 compare 的時候 發現 它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我看回自己的聽力 的同時 亦都體驗到 不同的耳機出來的 效果和反應 是一個很懸殊的相差 我可以用一個很小的 一個 volume 就能夠聽到我想聽的聲音 就不需要 要聽到很大聲 但仍然覺得不夠聲音 我相信這個 對我來說 聽力上 一個是一個幫助 而另一個是 減低 再繼續受損害的 一個選擇 來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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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